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Ethan 今天是感恩节 那我们在这边特别一定要向大家来献上感恩 今年是AI News独立出来第二个感恩节 我们能在这个小媒体公司能存活下来 就是要感谢所有的每一位每个月奉献给我们的人 不管多少我们都心存感激 那些也有给我们100块的 每个月100块 每个月300块 每个月500块 你们真的是我们每个月能继续努力的燃料 不然我们买不起食物 我养不起小孩 没有钱加油 那感恩节是一个充满感激的节日 所以说我们身为一个知识性质的频道 当然要讲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 那今天要讲的东西就是钱到底是什么 那当然了 今天这个主题跟感恩节是很有关系的 我们就要来讲一下说 这个自由市场还有钱 还有我们今天的故事 这个都是发生在感恩节开始之前 很多人其实对资本主义有很深的误解 尤其是从社会主义来的人 因为现在很多人认为说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自私的 甚至是没有道德的 认为自由市场是为了贪婪金钱还有权力而存在的 只会吹捧有钱人 而且不断的打压穷人 但是事实就是自由市场不但在经济上面是卓越的 而且在道德层面也是良善的 自由市场唯一能存在的方法就是双方自愿的交易 不可以有任何的压迫 在一个自由市场里面 如果说我想要从你那边得到什么东西的话 我就要给你什么东西 让你满意才可以 例如说我们AI News这个频道 你每个月给我们12块美金 那这12块美金代表了什么 就表示说我今天晚上去超市的时候 我想要买一颗牛排来庆祝今天感恩节 我就跟店员说请你给我一棒纽约牛排 那店员就会跟我讲说 你以为你谁啊 这块牛排是凭空产生的吗 要生产一块牛排要很多人的努力 对不对 农场的农夫 屠宰场的屠夫 卡车司机 真空包装的人 还有这间店的老板 还有我在这边当店员的时间 这些人都要生活 都要收入 那你做了什么来服务这个社会 然后我就说我开了一间保守派基督徒的频道 来帮助这个社会有更好的价值观 如果你是卖保险的话 你就会说我开了一间保险公司帮助了我的客人 得到了好的人寿保险或健康保险 如果你是卖房子的话 你就会说我帮我的客户找到了他心爱的房子 让他可以落地生根 如果你是员工的话 你就会说我帮我老板在他公司里面 让他的公司运作得很顺畅 不管你的回答是什么 那个超市的店员就会说 不要只用说的 请你把你的证据拿出来 然后我们就会拿出这12块美金 也就是说我们赚到的钱 代表的意义其实是一个劳动力的证明 证明我们帮助了我们的社会 有了钱就我们最好证明 就是给我牛排 因为我劳动了 我努力了 我付出了 所以我值得去买我想要买的东西 那自由市场不是一个输赢的社会形态 而是一个双赢的社会形态 是一个共识的社会形态 当我们购买东西的时候 就是促成双赢 我拿了12块钱换成牛排 因为我把牛排看得比这12块还要重要 那个店员拿了牛排来换这12块钱 因为店员把12块钱看得比牛排重要 就在这个交易的情况下 我们彼此都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 我们两个都变得更富足 所以在这边 我们感谢每一位购买我们会员的人 因为你看中我们的工作 我们传达的价值观 我们每天出的影片 比你给我们的会员费还要重要 你愿意来支持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你希望翻转这个社会 比你给我们的会员费还要重要 自由市场就是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 我们要做什么 还有服务谁 所以这个感恩节我们充满感谢 希望你能从这个感恩节特别影片里面 也得到什么 超过你的会员费的价值 那些还没有加入会员的 可以考虑一下 帮助我们一起来翻转这个时代 那接下来呢 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就是发生在感恩节之前 其实呢 美国曾经实行了一段非常短暂的 一个社会主义制度 这个想想还蛮好笑的 感谢神 给那个时候人有一个智慧 啥呢 实行了一段非常短暂的 大家都发现 哎呀这不行啊 他没有说把这个东西 我实行个50年 我才发现不行 对不对 感谢神 这个是非常需要感恩的事情 所以呢 他们实行了非常短暂的 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制度 结果就崩溃了 当时这个事情 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都干嘛了 资本主义不是美国创造的 但是是美国使资本主义 以及自由市场 发挥的淋漓尽致的国家 美国创造的财富 比整个世界历史上 所有的帝国 加起来都还要多 帮助上亿的人脱离赤贫 但是美国并不是 一开始就这个样子的 刚开始的时候 美国人跟所有的人一样天真 认为共享经济 计划经济才是王道 不会浪费 而且更有道德 美国还是殖民地的时候 1607年的James Town 还有1620年的Plymouth 他们使用的经济方式 是欧洲当时经济运作模式 Mercantilism 中文叫做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 这个意思呢 就是商人 还有人民 做的一切事 都得是为了国家 要以国家的利益为中心 这样一说 其实大家就明白 现在很多世界上的国家 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国家认为什么重要 那你们就去发展什么 我可能就在这一方面 拨很多的资金 然后给你们安排几个领导 你们去发展这一方面的事情 所以是做国家认为重要的事情 要以国家的利益 还有方针为中心 去发展一切的东西 那那个时候的美国呢 他们就是这样的模式 他们就一切会以英国 法国或者是西班牙的利益为主 去做这些事情 英国的殖民地一开始 就是以一个 自给自足的方式成立的 因为这个样子 英国就不需要管这些殖民地了 然后殖民地的人要做的事情 就是帮英国管理好这片地 因为只要英国人 在那个地方有殖民地的话 法国人 西班牙人就不能在那个地方 因为那边就属于英国的殖民地 那当时来到美洲大陆 这些清教徒呢 有着非常好的想法 认为这是太美丽了 简直就跟使徒行传的当时一样 建立一个以教会为中心的社会 多好啊 他们建了一个公共仓库 把所有东西全部聚集起来 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 自由地使用里面的资源 需要的时候就拿需要的 然后自己耕田的成果 就再把多出来的食物放进去 创造出一个美丽的资源共享的世界 土地也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人拥有土地 一大块农田 大家一起工作 大家一起收割 当时这个制度还没有任何的名字 但是如果各位还没有听出来或看出来的话 这个做法就是完美的社会主义 或者是共产主义 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应该都猜出来了 而且这个东西在教科书上都讲得很清楚 这个系统马上就崩溃了 这些清教徒马上就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当人没有拥有东西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任何的责任 也就是说就是其实我们不拥有任何财产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对这些事情负任何的责任 不工作也行 反正催债公司也不会来催你 对吧 房贷不交 没关系 这些都没事 所以他们其实不需要付出任何了 也是OK的 没错 这就是那个World Economic Forum 那个Claus Schwab说的那个 Own Nothing and Be Happy 他们觉得这个样子的想法 还有这个样子的方向是很正确的 所以就是世界经济论坛的那个人讲的 就是说你你可以啥都没有 但是你仍然是开心的 对 没错 那这表示什么呢 就是有人工作一整天 但是他的薪资跟那些工作只有半天的 然后或者是根本没有工作的人 拿到东西是一模一样 那两年后 这些清教徒就只能吃皮鞋跟老鼠了 船上的物资吃光了之后呢 就是大家常听到的感恩节的由来 就是我们去年有说那个 死光多 对 死光头 我还记得这个 如果大家要说还没听过那个死光多的故事 我们把link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去年的那个故事 之后呢 就一个鼎鼎大名的人出现了 John Smith 他开始管理这些殖民地 然后撕毁了这个社会主义运作模式 规定 这边的地这么多 从现在开始 你们一人一块地 没有劳动就没有饭吃 He who won't work won't eat 跟铁萨罗尼加三章十一节那边的有点类似 在殖民地建立了私有财产之后 殖民地就活下来了 十年之后 1620年在Plymouth建立的殖民地 也是用这个使徒行转的运作模式 跟jamestown一样 结果 结果也是一样 这个社会福利制度 共产主义的这个运作模式 就是会饿死一堆人 而且导致经济崩溃 当时的管理者 William Bradford 他在日记里面写到了一段话 By adopting the communal system We thought we were wiser than God 就是使用这个社会共济运作模式 我们以为我们比神还要聪明 之后他们就开始有了私有财产 之后就有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感恩节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试过社会主义这种制度 包括还没有成为美国的美洲大陆的殖民地 也是这个样子 因为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好 而且非常简单的经济模式 每次使用 每次都是失败 最可怕的就是 我们每次使用的时候 都会有人认为说 之前的人做的方式都是错误的方向 但是这次不一样 这次我们的领导人才是真正可以实践 共产主义的人 社会主义人士都认为 政府是为了人民好的 政府是为了人民付出的 政府是不会残害人的 但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说政府是为了人民好的 另外一种就是会自己思考的人 不管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 还是金大胖金二胖金三胖的共产主义 或者是斯达林的共产主义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 还有现在开始到处建立 公销社这个习近平政府 这些我们认识哄骗人 相信社会主义的政权 甚至到现在的民主党 要走大政府的方式 都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最能感谢之前的人牺牲的方式 就是要了解这些历史 而且不要重蹈覆辙 就跟William Bedford说的一样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比神还要聪明 神要我们得自由 神要我们独立 神要我们敬拜他 而不是敬拜地上任何的王 只有这个样子才有可能创造 像之前美国这个样子 有史以来最强大 最富裕 最自由的国家 对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要从历史里面 你不管是过去的历史 还是当代史 你都可以看到 这是一种非常失败的模式 而且你可以看到 人们对使徒行传那一段的经文 误解是多么的大 这个是完全两种概念 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这种东西 它是强迫你在这个制度下面 那个时候人是自愿的 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模式 也产现出来完全不同的效果 一种就会导致人饿死 另外一种就会导致人的关系 会更加的亲密 所以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而且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 就像你刚才讲提撒罗 保罗说的很清楚 不干活就没饭吃 没错 包括现在也很多人读到这就说 基督徒支持共产主义 因为《使徒行传》里面怎么怎么样 但他们完全忽略说 不干活就没有饭吃这个事情 所以是对制度来讲非常大的误解 神从来没有说强迫人 就是你要own nothing and be happy 神从来没说你就是啥也都没有 每个人都一样 你如果要是追求那种 其实你看现在的北韩 就朝鲜 他们其实这个制度是贯彻的非常彻底的 他们那的人都差不多 大家都骑自行车 穿的衣服都一样 他们整个国家限制发型 一共18种发型供你选择 是啊 因为他们的理发店全都是国家开的 你不能弄得像鸡毛胆子似的 你想染红的染蓝的 没门做梦吧你 那你这样选择的少了 就不会有人特别突出 也不会有人特别落空 因为他要的是每个人都差不多 你如果要达到每个人差不多呢 只有一种方法 就是把每个人都变到最穷 对 你啥都没有每个人才差不多 这就是北韩的人 他大概也没有什么妒忌的心理 我妒忌你啥呀 你有啥 你骑自行车上班 我也骑自行车上班 对不对 你是这样的郭盖头 我也是郭盖头 我有什么好嫉妒的 我有什么好那个的 又不像说你家买宝马了 我家只能开桑塔纳 是吧 这不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就是共产主义制度 它基本上就是养肥了有钱人 有钱人变得超级有钱 就是那些政府官僚 他们会变得越来越肥 你看金三胖子 胖成啥样的动 全北韩就大一个胖子 其他人计划经济 是不是 还拿量票呢 一个月想吃肉 你不是有钱你就能买肉 人家让你说 看你这小伙子 是不是 身高这样 体重这样 那你一个月就吃三磅吧 那就是只能这样 所以你想痛痛快快吃顿烧瓜肉 这大概不是一个特别可能的事情 所以 感谢神 自由市场 自由经济 让我们今天的这个感恩节可以吃大火鸡 让我们不用在火鸡上还计划 你想买十只就买十只 有的店呢 买火鸡 还送油饭 还送你个南瓜派 实在是太爽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感谢神能够给我们这么富裕 这么自由 让我们生活在这么棒的一个国家 所以感恩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铁撒罗伦家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 要常常的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这是定的旨意 这不是说你想干就干 你不想干就不干 这是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 就是要常常喜乐 要不住的祷告 凡事都谢恩 凡事真的是快乐的来源 而且是前进的动力 而且会为我们产生巨大无比的盼望 所以呢 神在这里面讲说 告诉我们要凡事都谢恩 凡事啊 所有事 他没说你今天吃火鸡你才谢恩 你今天吃南瓜派你才谢恩 是所有的事 就是不仅要为了好事感恩 有时候我们觉得的坏事啊 我们也要感恩啊 因为呢 我们相信 所有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事 其实都不是坏事啦 只不过是我们自己感觉好像是坏事 因为我们相信 每一件事都有神的美意 是 每一件事都是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 每一件事都有神的带领 而且暂时的苦难 一定会变成极大的祝福 我觉得就像说 大卫那个时候 我们常常讲大卫嘛 然后大卫每次经过这么多苦难 但是他每次都在成长 每次都在变得更好 然后他犯下的错误 神要他从这些错误当中 学习到 然后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苦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就一定是有苦难的 不是说我们在苦难中就没有办法感恩了 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感恩是一个神的旨意 我们有义务要来去感谢我们的神 就算我们过得不好 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神 所以说感恩节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 虽然好像只有在美国文化里面才有这个感恩节 但是其实感恩节是所有的国家都应该要去想 来数算自己的恩典 你才会变得过得更好 然后过得更开心 所以真的非常感谢 包括我们做这个频道 我们每一天的祷告里面都是在感谢 感谢神 感谢每一位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感谢每一位订阅的朋友 真的非常感谢 尤其是很多朋友在为我们祷告 然后跟我们一起成长 真的非常感谢每一位陪伴我们的观众朋友 也更加感谢很多朋友 甚至是愿意花出金钱来支持我们 来买我们Coffee的会员 而且买我们的杯子这样来支持我们 非常感谢大家 如果没有你们 这个事工不会存在 对 如果你们没有回应神给你们的感动 我们的事工不会到今天 没错 所以我们的事工存在到今天是一个奇迹 是神和大家一起同工的一个奇迹 所以感觉到真的太感恩 我们何德何能啊 不只是这个样子 包括说我们用了这个studio 神奇传播的这个周一方牧师 然后让我们有这个facility的赖小光牧师 还有东区成岛会那些 一直在不断地在支持我们这些牧师 还有我们两个人的 Impact Harvest Church 跟One Thing Christian Church 这些牧师 有好多的人看到我们在做的事情 然后来选择来去帮助我们 这些都是我们预想不到的 所以在这里真的非常感恩 我觉得这个感恩呢 不只指应该是在这个感恩的季节 这一段时间才感恩 一看到火鸡才想起来感恩 其实真的应该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天 都要更多的感恩 也求神来祝福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不管你是基督徒 你如果要是基督徒 那希望你属灵的生命可以更多的成长 可以更多的被神的爱充满 如果你要是还没有信主 真的真的真的强烈建议你 这绝对是你的人生中 可以做过的最正确的选择 这个喜乐是比你生十个孩子 比你赚几个亿 大概都是换不来的 所以这个是你人生中即将做的一个最正确的选择 如果朋友们要是有想要了解更多 或者是说我想要信耶稣 那要怎么办 你可以发email来给我们的这个电子邮件 告诉我们你的位置在哪里 我们可以推荐给你一些你们当地的教会 你是可以去的 所以我觉得很棒 我也觉得很棒 真的很开心 那也祝大家今天感恩节快乐 然后呢火鸡多吃一点 吃饱饱 吃饱饱 绝对要吃饱饱 今天是一个开怀畅饮的一个时间 把饭都吃得饱饱的 然后记得要跟神来祷告 要说谢谢他 因为这是没有他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甚至都不可能有今天的自由市场 我们也不可能有今天我们生活的 这么美好的这样一个地方 我们甚至可能大概吃火鸡的这个传统也不会开始 没错 晚上吃火鸡大餐的时候 或许现在你们在那吃呢 边吃然后边看我们节目 I don't know 但是请发自内心感恩对方 你的小孩值得你感恩 你的父母值得你感恩 你的什么叔叔阿姨是值得你感恩的 把你感谢的话说出来给大家 然后他们也会把感谢的话来说出来给你 好那就到这里祝福大家那个多吃火鸡 然后多多的对家里所有的人来说感恩的话 我也回家说感恩的话了 你也去说吧 好 嗯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